小韩大韩动成一团 大韩是24节气最后一个 所谓这个最后一个 而下一个就是第一个立春 为什么把这个叫最后一个呢 我们学过这个12节气这个 批挂的就是12个挂 一个挂是两个节气 冬至使这个一阳升 实际上啊 这个冬至一阳已经生成了 冬至前一个 他就开始一阳升了 我们你要不信的话 他可以去转一下 这个到立春这 这个三阳开始升 所以说如果能对上的话 这个冬至已经是一阳升成了 冬雪雪冬 就是大雪就一阳就开始升了 这个至于为什么说这样啊 这个有点基础的 然后我们可以去研究 他这个可能跟这个地球的这个磁片角是有关系的 我们往后面深的课在西九 所以说这个大寒呢 冬雪雪冬小大寒 大寒已经这个二阳 就到大寒的最后一天的话 因为接着是立春嘛 就是大寒这个二阳 这个期间已经就生成了 那有的人说现在怎么还这么冷呢 阳 因为这个 这是天地的 天 地一共六个阳的话 那人 他是在第三个阳 也就是说立春才开始复苏人 那地的话 你虽然说热了 那你看地球他有多大了 他这个直径半径 那要差很多 这个只是地表 人 动物全在地表 所以说他还感觉到很冷 那这个里面的七十二后就是 一后这个 即十五 就是前 前五天 然后再五天是这个 鹰史丽 这老鹰在天上飞 天上更冷啊 鹰史丽急 他就是 就是忙着 就是急的 就是抓动物吃 多吃补充能量 然后这个冰 则是煎 因为冰他也在地表嘛 所以说他还还在继续冷 还在冷的期间 因为一直冷冷 他时间长了 对吧 就算他不再冷了 他还有需要一段时间 去去融化 所以说 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到后半夜 我们才冷 这个 一年四季 跟我们一天的这个 二次小时 是一一对应的 这都没有问题啊 这个大汗呢 就每个节气 都有很多这个 习俗 但是有些不太重要 我们就不多说了 这个 五分钟讲完没有 哎呀 还有呢 这个 大大 和安 大 我们这个重要的东西啊 就是会再强调 但是说 像有些讲过了 大家一定认真听 就不会再叙述重复了 有的时候这个 春节是在大汗期间 所以说这个 说天地啊 这个 叫大汗 说明它应该比小汗还冷 自古这个还是有道理 还有呢 这个 这个 这节课呢 哎呦不就这样吧 行 这个 反复强调啊 早睡 这个冬天要晚起 但是有的人 他一到早上 他就 这个自然就起了 因为羊了 上了 其实是提前透支 你要不早睡 不养成这个好习惯 任何习惯啊 就是一个礼拜 基本上 你就全都调过了 你早上 早起第二天 他自然就困了 你上道表 这个 还有英食乳 不是 鸡就是 鸡是乳 鸡开始孵化小鸡了 就这意思 嗯 这节课就到这 哎 哎 到这 到这